这次的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战争 发生在疫情年 目前战争只进行到第二年 已经让全世界感觉它所带来的种种的厚挫效力 让大家承受不起 那么打了20年的战争 那是伊拉克战争 今年是20年 伊拉克战争20年的期间 造成了15万伊拉克平民 以及数千名美军丧生 小布希和布莱尔因此下台 现在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混乱 依旧持续震荡 我们看一下20年来这些变化 那是01年美国911恐攻 联合国表示在伊拉克境内 没有发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但是小布希当时把伊拉克一些国家 列入邪恶轴心 03年的时候 那时候3月 美国为首联军执意攻打伊拉克 说要铲除海山政权 4月占领了巴格达 海山24年的统治被结束 年底海山被俘虏 三年之后处决 之后美国的CBS揭发了 美军虐求的事件 引起了谴责声浪 2006年伊拉克爆发了内战 小布希坦言 大规模毁灭性的武器 确实情报不足 在占领伊拉克八年的期间 美军的伤亡人数 比开战出奇更惨重 2011年底 美军正式撤退 结束了战争 而伊拉克已经变得分裂残破 盖达是持续做大 伊斯兰国崛起 2015年查理周刊的恐攻 全球陆续爆发了多起 大规模的恐攻意外 到现在伊拉克依旧是政府腐败 而国家持续动乱 20年前的3月20日 美国和联军入侵伊拉克 在首都巴格达投下炸弹 揭开战争序幕 当时的美国总统小布希 为了报复911恐怖攻击 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小布希不顾联合国的反对 执意与联军攻打伊拉克 目标是推翻海山独裁政权 解放伊拉克人民 开战数周后 海山政权倒台 美国的胜利是短暂的 在接下来八年的占领期间 美军得实时提防 反美武装部队的突袭 这期间美军伤亡人数 比开战初期更惨重 美国始终没有找到 所谓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释出无名的战争 遭国际舆论踏罚 更传出美军对伊拉克平民施暴 并任意逮捕 当地的仇美情绪 也日益高涨 美国入侵头两年实行军事管辖 2005年伊拉克举行大选 美国扶植的马里奇当选总理 不过他八年的任期 始终无法获得伊拉克多数民众的认同 国内各宗教派系斗争冲突激烈 还有越来越多报复联军入侵的攻击行动 2008年小布希访问伊拉克 当地一名记者就朝他丢协抗议 事后记者遭逮捕 并判入狱六个月 二十年后的今天 记者回忆当年 他说一点都不后悔丢血 因为美国毁了他的国家 这些图形成了 这些图形成了 我说他说他不是 你已经冒了 你全国毁了 你改变了 你改变了 国家 即使是 印尔克 即使是 伊拉克独裁领导人海珊 在美国入侵八个月后 遭到逮捕 2006年 他在伊拉克法庭上受审 法官判处他绞刑 伊拉克什叶派教徒 展多数 他们与境内的逊尼派 爆发冲突 引爆内战 美国在2007年 宣布增兵伊拉克维持秩序 但效果并不影响 美军占领期间 爆出淋虐伊拉克囚犯事件 曝光的画面震惊国际社会 最后11名美军被判入狱 伊拉克战争至少造成 15万名伊拉克平民和数千美军死亡 支持入侵伊拉克的英国首相布莱尔 也因为战争的非法性声望跌到谷底 迫于压力 他在2006年辞职下台 小布希则是在战争丑闻和庞大军事支出双重压力下 2010年底宣布结束伊拉克战争 美军离开后伊斯兰极端组织IS 趁着伊拉克全力真空在境内扩张势力 占领了伊拉克北部和中部地区 美国在2014年再度领导联军对IS进行空袭 最后成功击败IS 伊拉克战争过去了二十年 伊拉克政府依旧空转 官力贪污失业率严重 战争所带来的混乱仍然持续当中 TVBS新闻总和报道